第一个 我们的需求在这个地方 时间跟成交 其实主要是这两个栏位 其他栏位不是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要需要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部落格已经整理得很清楚 所以我用部落格这个数据来看会比较快 就是第一个 这个是需求 这个是结果 就把资料放过来 但不止这些 底下还有 那我们的需求是录制 录制一个聚集 这个聚集的话就是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 筛选里面用介于这个区间 然后再来就是 录制完之后 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录制的动作 我有把注解写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照这个方式录制 就是选取那个 TS data 跟D1储存格 所以选工作表 选储存格 然后Auto filter就是筛选 然后Auto filter就是筛选 录下来的话会有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如果动态的话将来可以再调整 然后Auto filter的栏 第几栏这个也可以 那会有两个条件一个 这个criteria 介于哪个范围呢 有没有大于等于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他的他的一个运算的运算值 然后呢他后面就是84500到84600这个区间 所以有没有这个是小于等于大于等于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end的运算值 所以将来你可以用end偶尔 反正多条件 查询都不会有问题 然后我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筛选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把它做 Ctrl向右向下变复制 为什么因为需要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筛选出来的结果暂时放在那里 所以底下的动作是把查完的资料暂时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暂存 因为你如果不把它放过去 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你要的结果 所以底下的地方一样什么 新增一个工作表 但是名称不要重新命名 因为不需要 它只是暂时的 然后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那贴完之后 其实我们的那个值呢 我们需要的结果 其实就是 这边 这个假设 我刚刚的这个筛选 筛选里面的这边 其实就是数字 这边有个介余 那当然条件以后 如果你要下别的 你可以自己再去 去给它不一样的条件 它就会给你的criteria1跟criteria2 按确定 再来优标放A1 ctrl 需不需要向右向下 然后ctrl c 然后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ctrl v 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们需要有几个数字呢 几个就是开 收 高 高 低 跟量 那这几个数字怎么来的呢 1开的话就是 在1 2的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里面放的是什么 就是开 因为一定是 第一个嘛 那因为它是放在第二列开始 所以这个是开 那收的话在哪里呢 ctrl 向下 ctrl 向下 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那一个 1栏的最下面那个就是收 那最大 这个区间最大的话呢 其实有个方法 你们可以在什么呢 假设M2的储存格里面好了 我们可以用那个 常用里面有一个就是函数啦 其实用函数 在这里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需要的就是什么 最大值 范围就是从1 2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最下面这个1 要把它打勾 就是什么呢 这个结果 可以 假设我在M2里面做好了 我就把这个公式 放到M2里面 然后呢 给它的范围是1 2 一直到1的最下面那一列 那我把它执行过 那最小的话就是把这个 改成mini 那加总的话呢 就是什么 总量就是上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哦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何假设啦 怎么样可以去执行 这个 Excel里面的函数 并且取得做出来的结果 然后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我们要放的前面的位置 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里来 有没有 最高就把 有没有 做完之后那个M2 放过来 然后在mini 再放过来 上 再放过来 那不就有了吗 最高 最低 最高 开盘就是 就是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所以 这三个 是用函数可以做完 当然除了函数以外 你可以再用别的方法 不过想到最简单 应该用函数来解决最快 然后呢 开跟收 OK 那怎么做 基本上呢 我们做完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又把这个 做完的 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那 所以 我们将来需要一个 跑一个回圈 所以我这边有新增一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名称叫起器好了 也就是说起 这个 这个range呢 是846 这个range是847 一直在推 一直往下 那它的规则是84500 到84600 是846 这是算这一 这一分钟吧 好像是 然后呢 这一个 846 01 到847 00 是847 以此类推 然后呢 我先做一个总表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 quartelial 1 放这个 quartelial 放这个 那两个条件 放过去 让它跑回圈 它不就筛选完 对不对 新增工作表 然后再去查 开盘 收盘 全部里面最高 全部里面最低 全部里面加重 OK 好那怎么跑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边 因为这个 可能要讲的比较久 所以我先直接来看好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做的 录制 第一段 修改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 我们还没有跑回圈 就是这一段 那怎么取得 比较重要的应该 在这个地方 如何取得 开 收 跟高低 还有总量 其实我做了一个 简单的方法 因为呢 我要写的位置 是写到哪里呢 写到 是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 这个位置 一直往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B栏 C栏 D栏 E栏 F栏 对不对 所以呢 我需要的B栏 资料在哪里呢 资料刚好将来的Range 1、2 所以第一个抓到了 对不对 就把这个1、2 放过去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我是 再来是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最下面 收盘的 收盘的是 应该是 收盘的 应该是在 我们把这个拉过来 收盘应该是1、1 对不对 1的话呢 就是1、2 第一个工作表的 Range1、2 等于什么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1 最下面那一个 那最下面怎么表示呢 就用什么 这个方式 我想前面做了蛮多的 自动去抓 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一列 动态的给它 所以抓到好像是19多 OK 那就自动会抓到这个值 那把它放过去 那再来的话 高、低跟总量 这个比较困难一点点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呢 希望动态的把函数 放到那个范围里面执行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M2 我在M2里面 等于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将来 要把函数 放在某个储存格里面执行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怎样 等于 特别注意到这边 你只要等号 双引号 后面这一串 实际上就是资料编辑列里面 复制贴过来的东西 就可以了哦 这个方法 非常的简单好用 那当然一般书里面 是用另外一个物件 是Application 点什么呢 Worksheet function 点 点Max 它会有 一个固定的 一个方法 叫做Worksheet function 不过你会打一串 我觉得那个方法不好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方法是这样 反正呢 我的动态的 给它的就是资料编辑列 那个字串 就OK了哦 但是呢 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个值 将来的最后这个数字 我不定的话 那一样 你可以怎么样 把上面这个 把它插到这边 这个数字呢 可以用动态的去抓的 那这样的话呢 然后我就可以怎么样 去得到一笔资料 所以这地方我试一下 给各位看一笔资料 这个是筛选范围 聚集录制之后修改第一次 好修改 所以得到一笔 来试一下哦 这个我用F8好了 所以切过来 对不对 然后放D1 然后Auto Filter 筛选 再复制 向右向下复制 然后新增一共做表贴上 然后再取得这个值 这五个值 然后分别把它丢过去 最后呢 M2我把它删掉 因为M2也是暂时存放资料的地方 我们只是借由M2 暂时帮我放资料 然后删掉 再把这个工作表删掉 那这个工作表就最后一个 所以删掉 它不过会跳出这个 当然你要把那个关掉 然后最后游标再放回到这个Data 然后再把它取消 取消什么 取消筛选 因为筛选关掉了 OK 然后结束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只会取得一笔资料 一笔哦 可是我们的需要 我们是需要 不是只有一笔 我需要把底下的全部做完 那怎么办到 我想各位可以先试着 我刚刚的那一段程式嘛 是放在 放在云端这边 这个 奇卧VBA翻例这里 这个是录制第一段 我刚刚讲的是这一段 修改这一段 那等一下再来看 回圈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主要是应用筛选 筛选 然后得到要的结果 并且配合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那个筛选之后的结果 放过去 再取得五个资讯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还有总量 OK 然后当然最后呢 这个工作表就不需要 所以把它删掉 再回到筛选 再去筛下一个 所以你会 需要建一个 一个一个什么清单 对不对 那个清单的任务 就是怎么样 动态的丢这些讯息给 那两个参数 跑出要的结果 取得换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这样不就是 会变成一个活的吗 所以刚刚做的时候 做一笔哦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以后你们思考逻辑 就是第一个 先录制聚集 取得一笔 再来就是加回圈 就OK了 所以大概 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来做 多好 就我跟你说 好 好 好 谢谢 好 拍下吧 好 好 谢谢大家